先高杆,我们可以过去了 好,我们是在香香市里面前进 香香市时茂就是这样的 香香的车牌也是香C 刚才遇到的那个 现高杆是三米的,可想而知 如果是C型车的话,一般都超过三米了 现高杆就过不去了,就会卡到桥中间 我们现在走在香香的街头 香香虽然叫市,但它是一个县级市 县城规模大小,街道比较狭窄 有的街道只能走一辆车 会车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如果是C型或者拖挂就难行走了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香香的道路情况 看看他们这个道路有多复杂 车流人流混杂在一起 道路十分狭窄 这个不仅考验车技 更考验车,如果出大一点都很麻烦 看见我同类的车了 看起来还是很灵活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我这个车 拖一个拖挂的缘故了 我可以把拖挂放在城市的周边 开着前车走大街小巷 可以任意的穿梭在街头 但是也有人会说了 他们也开C型车出来买菜逛街 可是一旦遇到一次限高 一次难掉头 就很麻烦 远不如我这个房车这么灵活 这也是我放弃C型车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限高的问题,限宽的问题,道路的问题 是我以前吃过一些亏 我果断的放弃了C型车 换成了现在的B型车 将来还会用它来拉一个拖挂 我的这些经验 也许会对正在选车的您 有一些参考吧